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是星期天,给家人做一道非常喜欢的大肉包子 皮薄馅大,蓬松渲染 再配上点小米粥,辣味道简直是绝了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普通面粉 加入5克的酵母粉 再加入5克的白糖,促进发酵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加入230克的温水 大家一定要记住,水温不能太高了 水温太高的话,容易把酵母给烫死 也就是38度以下,35度以上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成大面絮状 搅好之后,再下手,给它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然后扣上盖子 给它饧发至两倍大 这个盖子太小,我给它换上了保鲜膜 这个面团饧发得很好,我们来看一下 按板上扫点干面粉,然后取出面团 给它不停地揉压,排掉里面的空气 像这样揉紧实后,再给它缩成长条 然后再撒上一层面粉 再粘成均匀的剂子 再撒点粉,这样防止粘黏 再用手心,给它按压成饼状 然后像擀饺子皮一样,给它擀成边缘薄 中间厚,像这样就可以 取一个面剂,再包上我们自己爱吃的馅料 今天我用的是肉馅 也可以用糖馅或者豆沙馅 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给它不停地折 像这样,一个漂亮的包子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再来展示一个 捏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提起来捏 全部做好之后,给它隔开,摆入真替 然后扩上盖子,给它按次醒发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醒发的生披 轻飘飘的,像这样 然后我们再继续扣上盖子 水开之后,大火蒸十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将火关掉 关火之后,不要着急把盖子打开 一定要给它焖个五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包子塌陷 我们来扳开包子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香 包子皮薄现大,还有很多的汁水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要开吃了 清晨 我们熬点小米粥 再配上自己做的大馅肉包子 吃着别提,有多舒服 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阿健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再分享 找阿健 天天相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